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日 宝科谈科技股第2067 我发现对于AMD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大部分投资者理解起来并不容易 AMD的CPU和显卡产品还比较接近消费者 属于2C的产品 而AMD的数据中心和FPGA产品属于2B的产品 普通投资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背景 会感到不知所云 如果你连AMD是干什么的都理解不清楚 去真正理解AMD的竞争力 以及未来的增长空间和投资机会 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今天我就用15分钟的时间 帮助大家梳理一下 AMD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无论你是芯片股的投资者 还是纯粹的科技爱好者 我相信都会从中受益 AMD的中文名称是超微或超微 创立于1969年 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 2023年6月份 AMD的市值1800多亿美元 已经超过Intel的市值了 大约比Intel的市值高出50% 格罗芳德半导体 Global Foundries 就是2009年从AMD分离出来的 从此 AMD就是纯粹的芯片设计公司了 即Fabos 晶圆的生产是靠台积电 等公司代工的 AMD的CEO兼董事长 是出生于台湾台南市的苏兹峰 苏兹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获得博士学位 曾经在德州仪器 IBM 菲斯卡尔等公司任职 另外非常有趣的是 英伟达的CEO黄仁勋也出生于台南 苏兹峰的外公与黄仁勋的妈妈是兄妹关系 苏兹峰是黄仁勋的表外甥女 她得叫黄仁勋表舅 所以黄仁勋和苏兹峰是远房亲戚的关系 关于AMD的简介 我们就仅仅说这么多了 接下来我们深入技术细节 一点点来和大家解析AMD的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案 对于芯片公司而言 一般是先有核心技术 即他们的IP中文翻译成知识产权 然后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做出各种产品 最后几个产品会形成完整解决方案 应用于不同的行业和案例 AMD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有四个 第一个是CPU 即中央处理器 第二个是GPU 即图形处理器 第三个是可编程门阵列 即FPGA 第四个是接口芯片和DPU 即数据处理器 我接下来就简要的说一说这些核心技术 先说CPU 它是个人电脑和服务器的大脑 大家注意和Intel一样 AMD的CPU也是使用X86架构的 世界上只有Intel和AMD两家公司使用X86架构 其他公司的CPU都是使用ARM架构 ARM是一家英国公司 为什么AMD能够使用Intel发明的X86架构呢? 主要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曾经IBM采购Intel的X86处理器来生产自家PC 但Intel一家无法满足IBM的订单 于是IBM要求Intel找伙伴公司代工生产X86处理器 同时IBM为了规避将来可能出现的采购风险 要求Intel将X86专利授权给代工的公司 而AMD就是这个幸运的小伙伴之一 在个人电脑和数据中心 基于X86的CPU是主流 而手机等移动产品 基于ARM的CPU是主流 一般认为ARM比X86更加低功耗 所以更加适合移动产品 如手机 再说AMD的另外一个核心技术GPU CPU和GPU都是处理器 但是结构是非常不同的 CPU由专为顺序串行处理而优化的几个核心组成 我们平时的应用大部分都是串行处理的 GPU和CPU的最大不同就是内核数量的不同 CPU的内核数量很少 GPU是有许多更小更专业的内核组成的处理器 比如对于电脑的CPU 24个核就已经属于很多核了 而对于GPU 成千上万的内核都是有可能的 GPU的特长是并行计算 计算机视频的处理和显示 特别适合用GPU完成 人工智能及AI的兴起进一步触发了GPU的需求 AI算法有很多迭代 这些迭代天生就适合使用GPU这种多核系统计算 除了AI以外 虚拟货币触发了挖矿潮 而GPU也比CPU更加适合挖矿 AMD的GPU是通过2006年对于ATI公司收购而得来的 AMD的第三个核心技术是可编程门阵列 即FPGA 这是通过收购SILENCE得到的技术 FPGA你可以看作一种可以编程的芯片 通过编程你可以把FPGA做成你想要的功能 我们平时的一些芯片 如WiFi等芯片的功能都是固定的 是无法更改的 而FPGA则允许你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 来改变芯片的功能 CPU也可以编程 那么FPGA与CPU的不同在哪里呢? 对于CPU或者单片机的编程 往往是通过改变上面寄存器的配置来改变的 但是并不会改变这个芯片的逻辑功能 FPGA是由与、或非这些逻辑门组成的 对于FPGA的编程 其实是对于与、或非这些逻辑门的排列组合 因此FPGA也被称为是万能芯片 FPGA的成本比较高 主要用于小规模的场景 NASA在火星探测器上 就使用AMD的FPGA做图像识别 火星探测器是不考虑成本的 而且不会大规模量产 所以FPGA非常适合 据统计有九成的军用电子设备离不开 FPGA在导弹、卫星等飞行器里 都需要FPGA进行系号处理和姿态控制等等工作 另外一个使用FPGA的例子 是一个公司研发WiFi芯片时 大量使用FPGA进行验证 一旦形成产品 最终还是会做成芯片的 总之 无论开发怎么样的数字芯片 都大概率会在流程里使用FPGA来做硬件测试 AMD的第四个核心技术是接口芯片和DPU DPU英文叫做Data Processing Units 翻译成中文就是数据处理器 顾名思义 DPU的作用是处理数据的 其实就是把CPU的数据处理任务解放出来 使用专门的DPU处理 你可以把DPU里解为网络和存储接口芯片 在数据中心 一个高性能计算系统有很多CPU和GPU组成 它们之间的高速通信会直接影响高性能计算的速度 DPU专门来处理这些通信的任务 减轻了CPU和GPU的负担 DPU因为藏在一个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之中 用于智能网卡 普通人往往不容易察觉 商家一般对于DPU的宣传少一些 大家对于DPU的定义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DPU也不用于家庭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 有了以上四个核心技术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仔细研究一下AMD的产品了 AMD的产品主要有五类 第一类为以CPU为中心的处理器产品 第二类为GPU为中心的独立显卡 第三类为以DPU为核心的网卡 第四类为SOC和FPGA类产品 第五类为软件和应用 先说第一类即以CPU为中心的处理器产品 AMD的CPU主要用于个人电脑和服务器 在个人电脑 AMD的CPU叫做锐龙Ryzen和速龙Ethlon 它们都有集成显卡 人们普遍对于AMD的型号不熟悉 所以人们往往喜欢把它和Intel的对应的型号 进行比较 例如 AMD锐龙97950X处理器 大概可以对标 Intel的Intel Core i9-13900K 一般来说 相互对标的型号 AMD的要便宜一些 性价比更好 而Intel的品牌更加高大上 而且和软件的兼容性做得更好 AMD的Ryzen 7000已经使用了台积电的5nm制程 Intel的13代酷睿仍然是基于10nm 官方的叫法是Intel 7工艺 工艺上已经落后两代以上了 Intel还在半导体制程上挤牙膏 AMD采用台积电代工的模式 被认为是这些年 AMD赶超Intel的法宝 至于Intel和AMD的CPU的性能 你自己要看一些评测了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在服务器和数据中心 AMD的CPU的品牌叫做 AMD EPYC 骁龙 它对标的是Intel的Xeon之强 另外 对于切入式系统 AMD也有对应的CPU 比如对于企业交换机和防火墙 AMD的CPU叫做AMD Ryzen Embedded 5000 对于汽车 AMD也有相应的CPU 一般来说 切入式系统和IoT 还是Arm的天下 AMD的CPU基本上 还是在个人电脑和服务器领域的 在手机CPU领域 AMD和Intel一样 也没有什么作为 在2022年 AMD在包括桌面处理器 移动处理器和服务器处理器的 X86处理器整体市场当中的份额 已经超过了三成 达到了31.3%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第二类产品 即GPU为中心的独立显卡 AMD独立显卡的名字叫做 AMD VDN 因为AMD既有CPU又有独立显卡 这是AMD的特长 而它的竞争对手Intel 传统上只有集成显卡 Intel过去几年刚刚推出独立显卡 市场占有率还非常低 而做独立显卡的英伟达 没有个人电脑的CPU AMD锐龙处理器 以AMD VDN显卡形成强势组合 带来急速流畅且响应迅速的用户体验 就独立显卡的市场份额而言 数据显示 英伟达的独显市场份额高达86% 而AMD的独显市场份额只有可怜的10% 甚至是近10年来的历史新低 刚刚入局独立显卡市场的Intel 市场份额是4% 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 Intel可能很快会超越AMD 另外 英伟达的GPU有大量的数据中心的应用 尤其是对于AI有专门的解决方案 毋庸置疑 AMD接下来产品的重中之重 是对于生成式AI大模型的支持 抢占英伟达的地盘 AMD近期宣布了面向生成式AI的解决方案 AMD Instinct MI250 是把AMD的CPU、GPU和DPU的结合形成的高性能计算机 对标的就是英伟达的A100 AMD的几个星期前发布的MI300X对标的是英伟达的H100 AMD自己声称AMD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端到端支持AI综合解决方案的公司 在GPU AMD有AMD Instinct GPU Accelerators 这是数据中心专门为AI所优化过的GPU 在CPU AMD有专门用于AI和高性能计算的CPU 叫做AMD EPYC Server Processors 对于视频分析 AMD还有LVOV70加速卡 对于边缘和移动设备的AI AMD有专门的优化过的CPU 叫做AMD Ryzen AI Mobile Processors AMD的第三类产品为以DPU为核心的网卡 我刚才讲到了DPU技术 DPU最大的应用就是智能网卡 智能网卡的作用就是通过减轻CPU的处理负担起到加速的作用 AMD有智能网卡产品 如LVO SN1000 SmartNIC加速器卡 这里我不多讲 你就把这些产品想象成性能更加强大的以太网网卡就好 属于网络接口产品 只是AMD的这类产品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高性能的服务器 这类产品主要是配合AMD自身的CPU和GPU使用的 AMD的第四类产品为SoC和FPGA SoC集片上系统 也就是把CPU、通信和接口等芯片集成到一起 AMD有4G、5G等SoC用于电信基站 对于安全、存储、网络 AMD也有一些SoC 例如微软的Xbox用的就是AMD的APU APU中文翻译称加速处理器是一种CPU和GPU的结合 非常适合机顶盒和游戏主机 而FPGA这类产品主要用于研发和小批量的市产 例如你是一个电动汽车公司 要自己做自动驾驶 那么你就可以找AMD合作定制一些芯片 AMD有一些IP如接口技术 你通过授权就可以使用了 AMD有FPGA可以做验证或者研发 例如你可以把自动驾驶的算法写入FPGA 反复试验和修改 AMD还能帮助你把一些功能做进一个芯片 形成SoC 总之 这块产品更多的应该是和其他用户的联合开发 这块的竞争对手也是Intel 在FPGA Intel有对应的产品 是更早前收购Altera得到的 在专有芯片、通用芯片和FPGA的技术路线走势上 业界一直有很多争论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和CPU以及GPU的市场规模比起来 FPGA市场规模不大 Xilux曾经是FPGA细分市场的老大 AMD几年前3000多亿美元就买下来了 市场老大就值这价钱而已 所以FPGA市场规模并不大 即使AMD是FPGA市场的老大 意义也不大 CPU和GPU才应该是 AMD这种大公司争夺的重点 AMD的第五类为软件和应用 我讲英伟达时已经讲到了 英伟达的AI协议站叫做Cuda Cuda只能在英伟达的GPU上使用 当开发者越来越熟悉使用Cuda的时候 英伟达就把你绑定到了他们的生态系统之上了 AMD和英伟达Cuda对标的协议站叫做AMD RCM AMD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通过软件和应用把开发者绑定到其生态系统上 只是这些软件和应用则很难直接产生营收 说完AMD的五类产品 接下来就是用这些产品所组成的解决方案了 AMD总结为面向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解决方案 面向终端和边缘的解决方案 面向游戏的解决方案 面向AI的解决方案 和面向开发人员的解决方案 这里我就不多讲解决方案了 最后我说一说AMD的业务细分板块 AMD的财报把它的业务分成了四块 2023年一季度 最大的一块其实是游戏 应该包括其独立显卡和CPU 第二大的业务是嵌入式系统 包括了SoC和FPGA 第三的业务是数据中心 应该会包括数据中心 CPU DPU和数据中心 GPU相关的产品 最小的业务是终端业务 包括笔记本电脑CPU等等 AMD的这四个业务比较均衡 终端业务由于整体市场不好 而下跌很多 以前这个业务曾经是最大的业务 大家关心的AI所产生的营收 最终应该会在数据中心业务反映出来 目前和英伟达比起来 AMD没有给出太多的这方面的信心 这是接下来投资AMD的投资者 所应该格外关注的 好了 我今天仅仅让投资者对于AMD的核心技术 产品解决方案和面向的行业 有一个入门级的理解 我其实更多的侧重于了核心技术和产品 我今天没有涉及任何AMD的财务数据和估值 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AMD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是CPU、GPU、DPU和FPGA AMD的优势是可以走CPU加GPU加FPGA融合之路 基于这些核心技术 它的产品主要用于个人电脑和游戏电脑 这是面向消费者的部分 即2C部分 对于2B的部分就是它的数据中心产品 包括各种型号的GPU、CPU、DPU和超级计算机系统 AMD还有各种软件和FPGA 从而形成完整的解决方案和开发系统 同时也加关了AMD的护城河 接下来几个季度 可以预期市场关注的重点将是 AMD最新发布的MI300X 将如何从英伟达手中抢夺生成式AI客户 这块大蛋糕 AMD常常被戏称为千年老二 在CPU领域 Intel是老大 AMD是老二 在独立显卡 英伟达是老大 AMD是老二 在以GPU为中心的数据中心 AI计算平台 英伟达是老大 AMD是老二 当然 芯片市场足够大 变换足够快 当老二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关于GPU、DPU、CPU、云计算、数据中心 AI的最基本知识 请翻看我之前的科普视频 或者到每头圈网站 购买我相应的 关于芯片、云计算、互联网、电信和5G的科普视频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留言区找到我课程的链接 你可以在那里创建账号并购买课程 如果这期内容对于你投资 AMD有所帮助 记得订阅并点赞吧 你的支持才是我做节目和无私分享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